甘妹妹婚礼那天,只因在朋友圈发了和她的合照,就被甘妹夫当成了男小三 她带着伴郎兄弟团,打着锤炮小三,未名除害的旗号,把我按在机场大厅暴打 还把浑身是血的我,带到了婚礼现场游街示众,给我提银羊头 在我后背上刺乌龟,在我被折磨得不仁不鬼时,甘妹妹穿着洁白的婚纱登场了 她看到我的彩样就疯了,甘哥哥,我不嫁了,我一辈子照顾你,你不是小三 而是我暗恋多年的男神,别的男人给你剃鞋都不配,甘兄妹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我这个被诬陷的甘小三,成了甘妹妹的真心狼,正文开始 坐飞机回国,参加甘妹妹沈幼楚的婚礼,在机场门口等网约车的时候 随便刷手机打发时间,发现现在短视频平台上 各种桌间直播大行其道,每个直播间都人气爆满 而热度第一的,是一个心狼的血泪控诉 家人们,我要疯了,今天是我和女友结婚的大喜日子 那个不要脸的男小三,还在骚扰纠缠她,还丧心病狂的 在朋友圈发亲密合影来羞辱我 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一辈子都不会快乐的 洞房之前,我必须和这个该死的男小三做一个了断 心狼咬牙切齿,赌咒发誓 心狼后面有七八个伴郎,也是个个怒吼呼喝 没错,杀上门去,踹爆小三,为名除害,打成太监 直播间的弹幕和飞一样密密麻麻 都是生缘心狼的,女人当小三就够贱的了 男人当小三,就更是十足的败类 有胆子虑别人,就要承受正义之间的制裁 出发吧兄弟团,直播不要停 我要跟着你们一起说,我曾经被虑过 那感觉比吃屎还难受,痛彻心扉 我打赏十个火箭支持 对啊,今天被虑的是你 可能明天被虑的就是我 兄弟们团结起来,杀掉天下挖墙狗 我虽然没被虑过,但都是男人 自然理解这种感受 所以,也笑着给这位愤怒的新郎 刷了一个潜水艇凑热闹 直播间里面,伴郎团的人 已经人手一根棒球棍要出发了 跟着陈汉生哥,骑兵连,冲锋 这一生把我给喊愣了 陈汉生,甘妹妹沈又楚的结婚对象 是不是也叫陈汉生,她也今天结婚 我前几年,一直在国外经营顶级艺术品业务 所以只是知道沈又楚恋爱爱了 但一直没见过她,男朋友的真人 所以这个情绪激动的新郎 不会就是我的甘妹夫吧 但我刚这么一想,就摇头否定了这个可笑的想法 我这个甘妹妹沈又楚,虽然长得很漂亮 身材又好,是天生的游物 就是和娱乐圈的当红女星比 也是不遑多让 但素来是很矜持本分的 断世做不出这种水性洋花 红杏出墙的丑事 肯定是这个新郎和我的甘妹夫重名了 想到这里,我就关了直播 继续等网约车,机场客流多 还要一段时间 可在15分钟后,没等来网约车 却急事而来一辆大商务面包车 车门一开,冲下来了一群手舞棒球棍的西装男 正是刚才我在直播间里看到的那些人 新郎用棒球棍指着我大鹤 兔崽子别跑,小三就是他 兄弟们,干他,我彻底猛逼了 你们要抓的小三是我 我给你们刷礼物了,这肯定是误会啊 但我已经没有解释的机会了 新郎一马当先,一棒球棍 就砸在我的后背上,我扑通摔倒 就在没有站起来的机会了 棒球棍,皮鞋,拳头 如同狂风暴雨一样,往我身上招呼 我被裙殴了,被打得满地翻滚 只能用手护住自己的要害 好痛,好冤,我好无辜啊 谁能告诉我,TMD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被打得鼻青脸肿 发出了阵阵痛苦的嚎叫 这些暴徒们,一边施暴 一边继续开直播 家人们,正在直播弄小三啊 大家看得爽不爽 听这狗东西,叫得惨不惨 点赞过十万 我打飞鸭的满嘴鸭,机场外面人很多的 看到有人打架,都上来围观 本来有想劝架的 但一听说我是小三,同情都变成了幸灾乐祸 打得好,不把他打出律屎 都算鸭没吃过韭菜 呸,打死都不冤 不只是对我冷嘲热讽 还有人往我身上吐口水 扔喝了一半的咖啡 把我身上搞得一片狼藉 血污混合着垃圾 分外凄惨 人被逼到了一定程度 就会激发出拼死一搏的力量 我拼着挨了好几棍的疼痛 咬牙夺过了一根棒球棍 像是疯子一样挥舞 别过来,谁在打我 我和谁玩命 你们这是犯罪,就不怕坐牢吗 我现在,还手属于正当防卫 你们打死我死刑 我弄死你们无罪 见我如同蜂魔 又听了法律的后果 这些人倒是也不敢再动手了 却也不离开 虎视眈眈的把我围住 妈的 你个死小三还敢反抗 就你做这种恶心事 放在古代 都该把你进猪笼 点天灯的 怕他做什么 我老婆可是沈家大小姐沈幼楚 知道沈家多牛逼吗 魔都四大豪门排行第四 富可敌国 全是滔天 别说我只是揍你 就是打死你 有我老婆撑腰 我也不怕 一个小三还敢自称正当防卫 真是笑死人了 新郎陈汉生大言不惭 脸上都是娇横 我很确定了 他就是我干妹妹的未婚老公 我本来都想报警了 但看在沈幼楚的面上 我决定 今天放他一马 不想扰了 干妹妹结婚这样的喜事 否则婚礼上新郎被抓 新娘的多尴尬 我擦了一把脸上的血 陈汉生 你搞错了 我是沈幼楚的哥哥 与他清清白白 没有苟且 你这么血口喷人 不但侮辱我的人格 也在侮辱幼楚的人品啊 真男人要保护好自己的妻子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见他 败坏他的名声 赶紧开直播道歉 给我恢复名誉 然后回去结婚 我们的账以后再算 我与沈幼楚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为了他 我今天吃了这么大的哑巴亏 都能忍 真可谓是人之意境了 换做别人 敢这么欺负我 我能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毕竟在陈汉生嘴里面 牛逼通天的魔兜四大豪门 沈家只是排名第四 我们技家可是排名第一啊 我以为这小子会悬崖勒马 没想到 他就像是得了狂犬病一样 更加疯狂啊 孙子 说什么 你不是小三 你是幼楚的哥哥 呸 我图你一脸狗屎 幼楚是独生女 谁知道你这么个龌龊东西 是谁裤裆破了路出来的 我可是看到了幼楚手机朋友圈里 你发了和他的亲密合照 今天是我结婚的大喜日子 你发这种照片 不就是诚心恶心我吗 不就是憋着坏想勾搭幼楚吗 今天我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就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老子不只是打你 也是给其余那些 基于我老婆的人看看 我陈汉生的马子 谁也别惦记 愣着干什么呀 上啊 打断一条胳膊五十万 一条腿一百万 打死了五百万 都是美元 我送你出国享福 人眼一红 心就是黑的了 在陈汉生的山洞下 那些伴郎们 个个又躁动起来 对我展开了更凶狠的群殴 我拼命挣扎 但终究是寡不敌众 咔嚓 这是左臂被打骨折的声音 我凄惨地跌倒在地 有那么一瞬间 我真的以为自己 要把命丢在这里了 好在并不是所有的路人 都只是看客 有人帮我报警了 机场的保安也往这里奔来 把他弄上车 换个地方收拾他 陈汉生一声令下 这些人把我塞上了面包车 一踩油门扬长而去 我手上本来有一个手提箱的 里面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 几幅世界名画 我是做国际艺术品生意的 经手的都是范糕 毕加索 伦伯朗 莫奈这样的大师作品 那是每幅画 都价值千万到上亿美元的 就比如 此时在我的皮箱里 就有两幅毕加索的油画 刚从苏富比拍卖行 花了一亿两千万美金拍得 居然被这些人打开皮箱 当成垃圾一样撕碎 随手就从车窗扔了出去 我目自欲裂 这可是人类艺术史上 不可复制的杰作啊 看到名画被毁 我比自己被打伤还要悲愤 车上那些伴郎问 要把我带到哪里 当然是要把鸭带到婚礼现场了 让这个死小三 亲眼见证我迎娶又出女神 一身伤的我被强制 带上了面包车 我的一只胳膊 已经被打断了 无助地搭拉着 我痛得冷汗 都把那衣湿透了 车上陈汉生与他的兄弟们 高谈阔论 除了咒骂我这个 小三不要脸之外 就是在众口一词地 拍陈汉生的马屁 恭喜他成功取了白富美 踏上了人生巅峰 陈汉生很得意 大呼小叫地吹牛逼 畅谈以后如何炫富 如何享受 如何为所欲为 似乎攀上了沈家之后 不论是道德还是法律 都无法再束缚他了 十足的小人得知嘴脸 我在后面冷冷听着 越发为干妹妹的婚姻担心起来 之前我看这个陈汉生 蛮不讲理 很是娇横 一看就是个暴躁男 我就担心 干妹妹以后会遭遇家暴 现在听他嘴里张口闭口 都在谈论沈家的钱 赤裸裸的贪婪 他娶幼楚估计就是为了钱吧 嫁给这样的男人能幸福吗 车子已经开到了 举办婚宴的五星级大酒店 此时婚宴大厅里还没人 我被拖到了舞台上 把我的工具箱拿来 再把他的衣服扒光 陈汉生吩咐 他对一个朋友 递给陈汉生一个小皮箱 打开里面有剪刀 吹风机 卷发棒 剃须刀 推子 修脚刀等工具 我这才明白了陈汉生的职业 他是个美发师 我一只胳膊骨折 更是无法反抗了 只能像是死鱼一样 任由这些人糟蹋 陈汉生亲自动手 给我剃了羞辱人格尊严的阴阳头 就是把我的头发剃一半 留一半 弄出来的造型搞笑 丑陋又诡异 暴徒们哈哈狂笑 他们都是一群心理变态 剃了阴阳头之后 又把我按在地上 用剃刀在我后背刻了一只乌龟 我的血一滴 滴落在婚宴现场的红毯上 陈汉生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 狗东西 这就是你勾引我女人的代价 我要让这个乌龟跟着你一辈子 成为你永远无法洗刷的污点 哈哈 此时已经快上午十一点了 宾客们要陆续到酒店了 陈汉生让人往我的嘴里面塞了抹布 然后用绳子把我吊在了大厅的天花板上 因为天花板上有很多的彩带和红绸子 所以只要宾客不往上看 还真发现不了我的存在 我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哪怕就是嘴里不被塞上抹布 也是无法发出声音的 宾客们陆续进场 婚礼开始 沈家嫁女儿自然不会寒酸 排场极大 美轮美奂 朦胧中 我看到了一身结白婚纱的干妹妹沈幼楚 几年不见 她比之前更漂亮性感了 眉目如画 身形恶螺 说一句天使面孔 魔鬼身材绝对不过分 沈伯父牵着沈幼楚 站在红毯的一头 按照婚礼的流程 是由沈伯父把沈幼楚护送到舞台上 亲手递到陈汉生的手里 陈汉生看着他的新娘 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此时此刻 不知道有多少人 羡慕陈汉生走了狗屎运 可以财色兼收 可陈汉生都站在舞台上好几分钟了 沈幼楚还是不动 他左顾右盼 似乎在找人 现场就有些躁动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最后连肆意都急了 咳嗽了一声 请新娘入场 沈伯父也示意沈幼楚进场 他却忽然大声喊道 伯达哥哥 你来了吗 你在哪 我就是纪伯达 我就在沈幼楚的上面 但我没法回答 沈伯父开口 楚楚 可能你伯达哥有事没来吧 时间到了 我们进场吧 不 我一定要等伯达哥哥来 我要让他见到我最美丽的样子 他答应我会来的 早上还在朋友圈发了和我的合影吗 听沈幼楚坚持等人 陈汉生的脸色就有些难看 等到听到朋友圈合影几个字 脸色瞬间就苍白了 他在舞台上站不住了 急步走到了沈幼楚的面前 呦 幼楚 你不是独生女吗 怎么会有哥哥 沈幼楚从婚纱内趁里拿出手机 展示给陈汉生看 之前一直没告诉你 我有个干哥哥叫几伯达 和我一起长大的 他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近的人 我结婚时一定要得到他的祝福 好奇怪 明明说会来的 人呢 随着沈幼楚的话 我看到陈汉生身子都在颤抖了 他此时当然知道打错人了 但又不敢承认 只能善效 呦 幼楚 我们先举办仪式吧 说不定你那个几个个是路上堵车 滴答 陈汉生还想掩饰 我身上的血就滴在了沈幼楚洁白的婚纱上 他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抬头 就看到了被吊着动我 伯达哥哥 沈幼楚都喊破音了 现场也是一片躁动 我终于被放了下来 虚弱地躺在了地上 伯达哥哥 你怎么了 谁害的你 干妹妹哭着扑到我身上气不成声 是 是你的好老公啊 说 我 我是你的小三 我虚弱地回答 陈汉生知道自己惹祸了 但还想解释 幼楚 我不知道他是你哥 这是误会 他不是没死吗 咱们赔点钱就行了 反正咱们沈家不有的是钱吗 买他的命都绰绰有余 小事 嘿嘿 小事 我们还是举行仪式吧 这才是我们的终身大事 陈汉生想过来拉沈幼楚 怕 已经被我的干妹妹 狠狠给了一个大耳光 闭嘴啊 伯达哥哥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你给他提鞋都不配 知道为什么我会嫁给你吗 因为你的眼睛 有些像伯达哥哥 我把你当成了他的替身 他从没有插足我的感情 是我暗恋他 又得不到 沈幼楚擦了一把眼泪 无比坚决地说道 陈汉生 我不嫁给你了 今天伯达哥的受伤 让我再次认清了自己的内心 我不再逃避了 我爱的只有伯达哥 他要是愿意娶我 我就嫁给他 他要是不娶我 我就独身一辈子 沈幼楚的话 让陈汉生面如土色 而沈幼楚接下来的话 更是让他如丧考比 我还要给伯达哥哥报仇 陈汉生 我要你血债血偿 老婆 你别这样 不能这么对我啊 不能悔婚 因为我很爱你啊 求你了 没有你我可怎么办 我爱的只有你啊 陈汉生歇斯底里的叫喊 但我甘妹妹沈幼楚的态度 却很坚决 你不要求我了 我已经心如铁石 不论你再说什么 我都不会原谅你的 因为你伤害了伯达哥哥 比你伤害我 还要严重一万倍 沈幼楚的眼中 除了愤怒 还有深深的鄙视 之前你在我面前 表现得很绅士温顺 我被你给骗了 没想到你私下 如此的暴力野蛮 更恶心的 是你居然偷偷看我的手机 不分青红皂白 就做这种畜生的事 我对你真是太失望了 沈幼楚每说一句 陈汉生的脸色就苍白一分 他嘴唇哆嗦的 像是破旧的风扇 最后也扑通一下 跪在我的面前 大哥 鸡哥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我太冲动了 我不是人 你千万不要让幼楚和我分手啊 我知道幼楚说的只是气话 他其实也是爱我的 你们是干兄妹啊 怎么能结婚呢 那样不是闹笑话吗 哈哈 那是不道德的 太无了 这个陈汉生越说越大声 还向婚宴现场的 其余人寻求支援 各位 你们也听到了吧 幼楚说的这项话吗 他们要是搞在了一起 传出去是笑话 是大丑闻啊 和他一起 殴打我的那几个伴郎 也都在后面跟着 杂杂呼呼 对 这不是开玩笑吗 有钱人都这么胡来吗 太丢人了 婚宴现场 众人也是议论纷纷 疯年疯语 显然对沈幼楚的做法并不认可 哪有婚礼上当众逃婚的新娘啊 对啊 这不是给老沈家脸上抹黑吗 这沈幼楚看着很懂事的 谁想到这么能做啊 干哥哥干妹妹 听着就有龌龊 不过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似乎也不违法缺德吧 说那个没用 毁婚就是不对 我看到陈汉生的脸上露出得意 他以为有舆论声援 沈家是一定不会允许沈幼楚毁婚的 但为了多添一把火 他又跑到了沈伯父的面前 哭着叫喊 岳父 你也要为我做主啊 不能让幼楚这么任性啊 沈伯父是沈家的家主 平常是很威严 很要面子的人 沈汉生想当然地认为 沈伯父一定会站在他这一边的 但让沈汉生震惊的一幕再次发声 啪 沈伯父狠狠给了沈汉生一个大耳光 把沈汉生打得原地转了一圈 他被打傻了 捂着脸 岳父 你为什么给我大逼斗 别喊我岳父 你不配 沈伯父像是少林狮子吼一样怒吼 实话告诉你 本来你娶幼楚 我就不同意 因为你没资格 狗肉上不了席面的东西 也想当我沈家的女婿 呵呵 甜不知耻 自不量力 自娶其辱 只有几伯达 才是我最满意的女婿 她是灵芝草 你和她比 就是狗尿台 但之前幼楚鬼迷心窍了 她执意和你结婚 我没有办法 只能捏着鼻子给你们办婚礼 你没发现幼楚她妈没来吗 就是不想看你 现在好了 虽然季伯达吃了点苦 但让幼楚迷途知返 气暗投明 我也很欣慰 所以这婚不结了 你滚吧 你放心 我沈家不是吝啬的人 会给你一笔分手费的 你处心积虑讨好我女儿 不就是为了钱吗 你真以为我看不透你的小心思 给我马上离开 我看你就不烦别人 陈汉生还想再说什么 已经被沈伯父指挥酒店保安 像是赶乞丐一样赶走了 还有那几个同伙 也都被一起撵走 沈伯父这才站在舞台中间 对着全场宾客宣布 诸位不好意思啊 小女婚宴取消 饭局照旧 礼金三倍退回 沈某人给大家赔罪了 大家吃好喝好 接着奏乐接着舞 今天虽然不是结婚 但也是大喜日子 我家女儿终于从火坑爬出来了 值得庆祝 但我必须解释一下 我女儿沈幼楚 只是毁婚 但并没有离婚 因为她并没有与陈汉生登记 今天只是婚宴一世而已 她在法律上还是单身的 因为我和我太太 一直对这个陈汉生很不满意 并不是贤贫爱妇的势利眼啊 我们沈家有的是钱 所以也不需要卖女儿 如果女婿人品端正 即使再穷也没事 我们沈家都可以让她起飞 但这个陈汉生 明显就是一个心术不正的投机男 他接近幼楚抱着不可告人的龌龊目的 我和幼楚妈 早就看出了这小子的狼子野心 所以才不同意幼楚与她登记 本来说的是 给陈汉生一年的考验期 之后才能登记 好在幼楚 今天就醒悟了 沈伯父脸上 带着如实重负的笑容 还有我再说明一下 幼楚与纪伯达 从小青梅竹马长大 一直都是两小无猜 你唱我随的 他们如果在一起 我沈某人无条件支持 沈伯父还在说什么 我却已经听不清了 毕竟我受伤很重 陷入了昏迷 沈幼楚一直抱着我 他也打了120 只是在昏迷前 我的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毕竟 我是真的不想幼楚 嫁给别的男人啊 他可是我的白月光啊 我和沈幼楚 真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长大的 我们既家与沈家也是世交 都属于魔都四大豪门 我比沈幼楚大三岁 一直把他当成妹妹 对他无微不至 万分爱护 青春懵懂之间 我对这个漂亮的干妹妹 早就有了青涩的爱恋 我一直想让沈幼楚 成为我的妻子 但在七年前 我高三 幼楚高一的时候 他却忽然和我冷漠了 对我不理不睬 冷落冰霜 还主动转学 不和我读一个高中了 我很受打击 学会了抽烟买醉 我的初恋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所以我才在考大学时 选择了直接出国留学 毕业后 也一直在搞国际艺术品交易 全球飞来飞去 一年有十个月都在国外 也就是逢年过节才会回来 其实就是为了治疗情商 逃避沈幼楚 因此这七年里 我与沈幼楚见面的次数趋值可数 包括引起矛盾的那张朋友圈合影 也只是去年过年 我们两家聚餐室拍的 再回来 就是这次来参加沈幼楚的婚礼 虽然我心里面 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不希望自己的白月光 成为别人的新娘 但我从没想过 要破坏她的婚姻和感情 我严守着干兄妹的礼仪与距离 我也以为沈幼楚与这个陈汉生 爱得轰轰烈烈呢 毕竟我听说陈汉生出身寒酸 要不是爱得赤裂 幼楚又怎么屈尊会下嫁呢 可在我昏迷前 听到沈幼楚的那些话 把我也给震惊了 干妹妹一直爱的是我 陈汉生只是我的替身 这是什么情况 博大哥哥 博大哥哥 耳边传来了沈幼楚 情真意切的声音 我慢慢睁开了眼 就看到了干妹妹 泪眼婆娑的小脸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反正看沈幼楚憔悴了好多 幼楚 我开口 想要挪动身子 却被干妹妹的小手一把扶住 博大哥哥 你别动 胳膊上有石膏 我这才注意到 自己躺在了病床上 之前被打骨折的胳膊 已经被绑上了厚厚的石膏 我继续躺好 看着沈幼楚 因为憔悴 而显得更加轻利的小脸 一时间不知道要说什么 之前发生的事情太乱 太奇葩了 博大哥哥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让你受苦了 呜呜呜 沈幼楚和我道歉 这怎么能怪你呢 都是那个陈汉生和疯狗一样 我笑着安慰沈幼楚 其实这也是好事 通过我的受伤 能看出那个陈汉生 情绪太不稳定 根本就不适合当你的丈夫 这种男人一定会家暴的 听我这么说 沈幼楚哭得更伤心了 呜呜呜 博大哥哥 你对我太好了 你放心 我不会和那个人渣结婚的 我之前说的不是气话 我真爱的只有你 你才是我的归宿啊 呜呜呜 见他如此激动 我的心中再次翻江倒海 幼楚还在说他爱我 难道这是真的吗 但他为什么高中和我冷淡 又为什么会嫁给陈汉生呢 看出了我的疑惑 沈幼楚哭泣着 和我讲述了他的小秘密 原来从很小的时候 我这个干妹妹 就喜欢我这个干哥哥 他一直想对我表白的 但出于少女的矜持和羞耻 一直不好意思 和我捅破这层窗户纸 但在我高三那年 因为要考大学了 要去外地读书 所以沈幼楚就鼓着勇气 到了我们的高三教室 手里面捏着给我写的情书 手汗都把情书打湿了 自己都模糊了 他没有直接从 我们教室前门进 而是想从后门偷偷摸摸进 但刚到门口 就听到了我和几个同学的对话 纪伯达 高一的笑话沈幼楚 和你什么关系啊 我的妹妹 妹妹 他姓沈 你姓季啊 是干妹妹 呵呵 干 一生的干 还是四生的干啊 不是你的小情人吧 什么小情人啊 就是妹妹 没有你们想的那么乱七八糟 真的假的 笑话那么漂亮 你都不动心 当然是真的 我把她当成小屁孩 根本没当成女人 那我可去追了 我给你当妹夫 你不会吃醋吧 快去 快去 你要是追上了 我给你包大红包 沈幼楚流着泪 讲述当年的辛酸往事 你知道我那时候 有多难过绝望吗 我发现你根本都不喜欢我 我把精心准备的情书撕了 我回去哭了一夜 第二天就转学了 我再也不敢和你表白 因为我怕和你 连兄妹都没得做了 呜呜 后来你出国了 你都不怎么回来 肯定是讨厌我对不对 七年了 我们一共才见了五次 加起来没说超过十句话 就去年的合影 还是我拉着你照的 我就是因为太喜欢你了 又得不到你 所以才选择了陈汉生 我知道他有很多的毛病 但他的眼睛很像你 这就是我选择 他的唯一理由 伯达哥哥 我是不是很傻 他眼睛哭成了桃 正正地看着我 本来我都想和他 凑合一辈子了 但你受伤了 我感觉比自己死了还难受 我清除了自己的内心 我不能再欺骗自己了 如果不能嫁给你 我谁都不要 没有人可以替代你 沈幼楚哭着 还想再说什么 我却已经不顾手上的石膏 一把搂住了他 幼楚别说了 对不起 我爱你 我真是懊恼地想要自杀 原来这就是我和沈幼楚 错过这么多年的原因啊 居然是因为那愚蠢的对话 其实这段对话 我已经没有印象了 是沈幼楚的提醒 我才回忆了起来 那时候 我就已经很喜欢这个干妹妹了 但青春期的男生都很蠢的 都是心里很诚实 嘴上说不要的 都是明明心里面 对某个女生喜欢的要命 但偏偏嘴上要装得蛮不在乎的 仿佛那样才很酷 如果承认 自己喜欢某个女生 就会觉得不严满 不酷 所以我才和同学们吹牛 说我对干妹妹 没有男女之情 结果沈幼楚听到了 才造成了这个大误会 听了我的解释后 沈幼楚又哭又笑 甚至捶了我好几下 让你吹牛 让我那么伤心 还差点便宜了别人 哎呀 我吃痛出生 沈幼楚这才意识到 我还受伤呢 急忙又心疼 伯达哥哥 你没事吧 没事 我用完好的手 紧紧握着沈幼楚的小手 心里面打定了主意 这辈子都不会再松手了 我和干妹妹 正是成为了情侣 然后我又发现了一个秘密 原来我还是沈幼楚 第一个男人 她从没有和沈幼楚 发生过关系 因为她是一个家教 狠严的女生 是不可以婚前破戒的 但只有我是例外 我和沈幼楚 准备结婚了 那个沈幼楚不死心 还几次三番上门纠缠 哪怕拿了沈伯父 给的五百万分手费 也不满足 原来沈幼楚是一个赌狗 她之前以为自己 能当沈家的女婿 所以毫无顾忌 已经在赌场 欠了几千万 我和沈家人 自然不再理她 于是沈幼楚 和那几个狐朋狗友 又开始在网上 兴风作浪了 继续开直播卖惨 痛斥 白富美沈幼楚 玩弄她的感情 痛斥 富二代纪伯达 无耻霸占她的新娘 还捏造了 更加毁三观的谣言 本来我和沈幼楚 只是甘兄妹 没有血缘关系 她却编造 我们有血缘关系 种种黄谣不堪入耳 还别说 网友中很多仇富的 都自发站在了 陈汉生的一边 对我和沈幼楚 口诛笔伐 骂我们是不要脸的狗男女 本来挨了陈汉生的打 我没想过报复 毕竟虽然受了皮肉之苦 但我能报得美人归 还是占了大便宜 虽然我没有主观 挖墙脚的意思 但也在客观上 确实把陈汉生的新娘 给抢走了 我决定忍了 可陈汉生的所作所为 特别是造黄谣 我忍不了 我要维护自己女人的名誉 我报警了 不只是追究陈汉生 这些人污蔑的责任 他们之前还毁了 我两副毕加索的名画呢 那可是我从苏富比拍卖行 花了一亿两千万美金拍得的 我要他们赔 这些人一听说 居然这么贵 都傻了 把他们十八倍祖宗 加起来卖都赔不起啊 于是不等警察追究呢 陈汉生和他的狐朋狗 有些内讧了 互相推卸责任 说都是陈汉生教唆的 和他们无关 赔钱也只能陈汉生一个人赔 坐牢也只能陈汉生一个人去蹲监狱 陈汉生自然不服 一场混战 他被曾经的伴郎团 用乱刀砍死了 但这和我与沈幼楚都没有关系了 我们幸福厮守 永不分离 全文完